我的天哪 终于到城市了 我太激动了 然后我终于看到酒店了 我可以洗个澡了 这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住店啊 兄弟们啊 我太激动了 我这层行头进去 人家不会嫌弃我吧 哦 这个酒店不让带狗 打电话问一下父亲的酒店吧 好一下洗个澡也不行 学校不行 把平衡放车里也行 哦 也可以 把平衡放车里 对 遛完之后放车里就行的 这个也没问题 嗯 所以说啊 旅行带着狗啊 确实是很麻烦 我们在野外倒没事啊 然后呢 在城市里面的话 很多宾馆酒店哈 稍微大一点的 都不会让宠物入住的 然后我现在这个形象啊 确实实实有点像丐帮啊 虽然我们已经解散了 哈哈 好像直到门口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酒店 愿意搜留我们的 搜留我们三个人一条狗 真的要洗澡了 好想洗澡了 太想洗澡了 哦 好哦 我们现在找到第二家酒店 也被拒绝了 悠无平啊 哈哈 哎呀 实在不行 这样子 我们返回第一家酒店 把平安放车上 我跟平安睡车上好嘞 啊 一股放车上也可以吗 再加上我们今天住的 人也特别多 哦 行行行 理解理解理解 好吧好吧 啊 这边是快到市区了啊 这个酒店不能住啊 那走吧走吧 嗯 平安呢 我们平安上车 快点上车 上 坐好 坐好 嗯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了第一家酒店 因为这边有个大型的停车场 然后把平安刷在旁边会比较合适一点 然后呢 去开一个房间就行了 晚上要不就是 呃 小罗睡车里面睡车里面陪着平安 就不进去了 那咱们现在有房车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现在先去登记一下 今天呢要开启美食主播主题了 家人们 这是一个烤肉店 因为我有好久没吃烧烤了 哎呦我去 菠萝皮啊 西夏的 我还没喝过这碗 有这碗又不含酒精的 这晚上咱们喝这个 第一道菜 羊蹄 我们前些天在路上买的全羊 小罗跟老刘 把这个毛全部烧了 包括羊头啊 结果后来没人愿意带 就扔在了109上面了 没想到啊 到了这个零下的 第一餐哈 就吃了这个 没吃到的羊蹄子 早知道我爸带着了 这个还挺辣的 有点像那种 鲁鸭脖子的那种味道 那个料味但是它有点 伤 哎这个羊蹄怎么有点伤啊 我们前段时间在路上买的羊 都不伤 因为蹄子本来就伤的缘故吧 是因为 我们那就是好像是那个吧 刚刚饭店一般的不新鲜吧 应该 我猜了 哇塞 然后呢 这是红柳烤肉 啊 好香啊 整一个整一个 红柳烤肉 嗯 小熊应该可以吃20串 这又香 嗯 这个一个上面有4个 你们猜我能吃多少个 第4道菜 生蚝 这个是临下的特产炒土鸡 这也是临下的一个特产哈 碳面饼 然后这个面饼里面夹这个青椒 嗯 香的很 看一下 吃的满足牛油啊 吃饱喝足回到了酒店 准备去洗个澡 好久没有洗澡了 好家伙 今天终于洗澡了 喝了好久的灰 然后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兄弟们 我脱布是为了什么 我脱布难道不是为减肥吗 那我现在 这衣服怎么变小了呀 哈哈哈哈 他现在没想到 这衣服的东西 我脱布是为了什么 他不经营了 感谢观看